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波叔的生平。 今日我们将会介绍梁醒波在1965年之后的所有演艺作品。 梁醒波由1965年至1969年的作品有西斯,1965年,飾演《无构双拜堂》,1965年,飾演《三审》,胡桃大侦探,1965年,飾演《珠大长三朵玫瑰花》,1965年,飾演《罗孝仙拉车少爷》,1965年,飾演《云兴》,一家亲,1965年, 飾演《张荣百珠联碧合》,1965年,飾演《鱼吉祥月光光》,1965年,飾演《廖亚牛》,《好好运》,1965年,飾演《黎百豪我爱子罗兰》,1966年,飾演《医生两个冤家表错情》,1966年,飾演《洋漸祥》,自作多情,1966年,飾演《理财发冤魂镜》,1966年, 1966年,飾演《阿康有车阶级》,1966年,观音《得道香花山大河寿》,1966年,飾演《刘海春满花开燕梨龟》,1966年,飾演《关美龄父亲》,及《百父》,《青春儿女》,1967年,飾演《石奶红死亡通行症》,1967年, 麒麒麟宋子,1967年,飾演《长轮》,快乐年华,1967年,飾演《陈宅安玉女神偷》,1967年,飾演《黄才发铁面无尸包公审污盘》,1967年,飾演《包公》, 《红梅国》,1968年,飾演《假此道免死金牌》,1968年,飾演《幽太斯理侯主》,1968年,飾演《徐远》, 《苗金凤》,1968年,飾演《浅半仙》,《客串》,《再世红梅记》,1968年,飾演《假此道成龙快世》,1969年,飾演《董事长汪登国》,《辽齋志》二三集,1969年,飾演《袁冠》,《客串》,《四凤裘凤》,1969年,飾演《胡悦华父郎雨郎》,1969年,飾演《总几》, 《经理确居人》,《梁省波》,1970年到1979年,《作品有恭喜发财》,1970年,《关不住的春光》,1970年,飾演《胡德邦》,《孙吴空自取黄浦怪》,1970年,《商喜临门》,1970年,飾演《李明珠父千面拆美人》,1970年,飾演《李富春》,《家有嫌妻》, 《一九七零年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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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一九七� 帝女花,1976年,飾演周中。鬼马世界,1976年,七情六欲,1976年。紫猜忌,1977年,飾演崔韻明,及黄三客。鬼马狂潮,1978年。 步发户,1979年,飾演希哥梁省波加入电视台TVB参与演出电视剧。所演出过的电视剧包括有一,1975年民间传奇之藤泰韻鬼段加斯飾演藤泰韻二。1975年波叔飾演波叔三。1977年纽解祖宗四。1978年一代桥王五。 1979年桥王大会串在香港电台电视部所拍摄过的电视剧有一。1980年屋檐夏之易暂色梁恩各位。关于波叔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演艺作品。我们讲到这里,几经全部讲完。如果资料上有任何错误,欢迎大家留言指正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介绍其他大老观的生平和他的作品。希望大家继续收看。不要错过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,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好,拜拜。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